搬貨搬物資物流人員 穿著兔寶寶裝來不討送貨 要上車之前就要丟棄了 直呼真的好熱 但為了防疫還是得做足防護 醫院外就已經如此嚴格 更何況是院內 因為不只是醫護人員 布桃的外包清潔工 壓力也很大 醫院內部清潔消毒工作沒停過 布桃外包的清潔公司 傳出第一線的清潔工 疑似受到歧視 有六分之一的員工 遞出離職單 外包清潔公司回應 清潔工一直都有在流動 但會配合指揮中心 確實做好防疫 除了挺醫護 也要挺基層 三一新聞 很重